记者洪素京台北报道 台湾女婿品官兽DJ哲伟邀请至POP Radio 分享睽伟两年的新专辑言外之意 也分享农历新年的回忆 其中儿子得病紧急送医让他最无法忘怀 好在最后相安无事 提到春节品贯回忆带儿子抛医院的那年最难忘 品官儿子Jayden在快满一岁之际 竟然得了一种幼童杀手疾病穿袭症 不仅连续发高烧嘴唇发紫 连眼睛都不满血丝 让品官与老婆吓坏了 也延误了回马来西亚过新年的计划 不过幸好小朋友打了一针后 过几天便顺利康复 让夫妻俩松了一口气 至于过年红包 爱家的品官除了为老婆准备大红包 一双儿女也不会少 更透露这几年包儿女存下来的压岁 前随时可以提出来买基金 品官与DJ哲伟接着聊到最新发行的个人专辑言外之意 他说这张不光是他的肺腑之言 想要说的还没说的或选择不说的都放进这张星座之中了 专谈结束前DJ哲伟也特地拿出养生药酒送给品官 透露这瓶药酒能让人头好壮壮 再拼第三台 听到这边品官笑着回应 那我可能不敢喝了 最后品官也透露 今年将有举行演唱会的计划 品官又和DJ哲伟唱谈新专辑言外之意 POP Radio提供品官初五致PO P Radio赫岁银财神过年难忘抱儿子炮医院 POP Radio提供